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在我店里发生的一件事情 是关于一个国际的transaction的 客人大概在三周前 是Saudi Arabian的迪拜的客人 在我店里买两个产品嘛 然后的话那一个又付了有费 我就只想发货 在eBay上通常发的一个国际货币 有两种选项的嘛 第一种就是客人选择 eBay的那个GSP 然后的话那一个客人的话 就是我们就把那一个产品寄到 eBay在那个KY的那个processing center 然后的话那一个 eBay会负责转运的所有事情 就是这个产品 只要在KY牵手之后 发生任何事情就与我们无关 好像说寄丢了呀 寄丢了呀 或者那一个损坏都与我们无关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自己 需要自己负责这一个快递 然后我们收客人的有费 然后的话那个客人 然后我们负责给客人发货 但是发货之后所有事情都是我们 如果这个快递呀 这个宝库在途中出什么问题呀 丢了呀 或者那一个损坏的话 我们都得与这个carrier联系 或者推成给客户 其实麻烦也挺多的 然后的话那一个 因为客人在购买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的嘛 是选择寄到GSP 或者那个卖家发货 客人选择我发货 所以我就发货了 然后的话我就选择了eBay 就最近新推出的那一个 Standard International 这个也是一个很廉价的 那一个first class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那个 邮局会与不同的那一个carrier合作 很多国家会有不同的carrier的 然后的话它跟GSP其实差不多 你就是把你的产品 即first class 或者那个USPS 寄到那一个在加州的 在一个Standard International的process center 然后他们收到之后呢 他们就会负责转运 然后的话那一个 就把这东西分配给不同的carrier 寄到不同的国家 其实这个呢 跟first class差不多 但是的话很多时候 你如果理解first class的话 这东西一旦出了美国之后 就没有tracking了 你就更新不了了 就如果你遇上一些 好一点的卖家的话 就是卖家的话 他们会owner 他们会诚实说 有时候说收到就收到 有些人的话 但是骗子的话 就算收到了 他也会说没有收到 但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但是的话 如果你运用这一个Standard International的话 百分之八十以上吧 的tracking出了美国之中 都会有更新的 只是有时候会比较久 然后的话 那个我们就 再说一下我这个单吧 然后客人 这是挺快的 进去那个Saudi Arbillion 大概是两周就收到了 然后客人就给我发了一个message 跟我说 那个东西 就是他收到的 并不是他那个买的东西 然后的话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发个照片 他就给我发了 就是我看到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来了 一堆卡片这样 然后的话我一拆 但是我看到那个label 就是那个包裹的label 就是我的label 我公司的名字啊 然后呢我的地址都对 但是呢 那个包裹的包装是两回事 又不是我的 因为我的那个包装是很指令的 我一直以来都用这个包装的 所以的话我一看我就能看 是不是我的 我就跟客人说嘛 这个是那个转运重新 那个搞错了 然后的话 你就开个return case 把东西推回来给我 然后的话 我就try to work on my side 然后看一下可以怎样 你先return case 然后的话 i take the rest 然后的话 那个客人就一开始蛮神奇的 给我留了个差评 我也挺无辜的 就这样拿了个差评 然后的话 那一个 要跟说我是frog啊 怎样怎样 就是说骗子嘛 你这个名字吵了 因为这东西的话 那一个 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mess up 对吧 客人也挺倒霉的 然后的话 那个后来的话 客人就留了个差评之后呢 我也没关 然后的话那个后来客人开return case 我看了一下 如果他寄回来的话 我还得付他那一个邮费 其实蛮贵的 所以我就直接跟客人说 那个我就给你全个退款吧 然后的话就不好意思 这种东西的话你就扔掉 不是你需要的 然后我就接接接接接接之后呢 然后客人就拿退钱 我就度了个货跟那个邮费嘛 没所谓了 后来客人就跟我说 你后来客人在他留言 就是有留言 他发现不是我 seller的问题 是那个processing center的问题 然后客人就是 就说我的那个 他说那个seller 就是很负责啊 给他退钱了 处理他的问题 然后后来我想客人发现了 不是我的问题了 然后我就给客人把转信了 我说那个既然你也知道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错 我也尽量就给你退钱了 对吧 i take the loss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feedback给 那一个改过来 就是把那个改成 那个positive 可能说他尝试了改不了 所以他才给我update的那一个feedback 我说那个哦 可能你不知道那个 那么我说如果我是卖家 我可以给你发一个feedback的修改的 那个request 你就接受给我改过来就行了 然后的话这个东西就在那一个 你的那个feedback旁边 有一个feedback revision request 你就点击request 客人收到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个feedback改过来 然后的话过了大概过了几个小时 客人就把我的feedback改过来 我又少了一个那个点 所以的话那一个就很多时候呢 就对国际的客户呢 就怎么说 因为你那个寄回来的油费蛮很贵的 所以的话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真的是我们这边的问题的话 就尽量不要跟客人去吵啊 两个人寄回来 除非你收集很贵的对吧 你要拿回来 那一般来说的话我就会尽量推钱 两个人开心一点 然后的话就 move on 就是take a lot business expense 就是take a lot move on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事情